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班 好久不見到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咱們的暴風骰子的PVP PVE吧 有沒有機會可以取代掉咱們的原子當作最後一顆骰子呢 啊不是取代掉啦 配合咱們的原子當作是可以讓原子PVE的最後一顆骰子吧 要知道原子要在PVE的情況 除了在非常非常久遠以前 跟組合這個骰子來做對應以外 基本上是從來不可能的 那今天在PVE的情況呢 我們的暴風是有辦法嗎 因為我們的原子呢可以削怪物的血量對不對 啊我們的暴風的傷害呢又非常非常的高 雖然說高歸高啦 但是這個遊戲的怪物成長指數那個數值更誇張 所以說呢我們需要原子在前面先削掉怪物的血量 剩下的血量呢再交給暴風去削掉就可以了 然後呢我們暴風又是直接長在怪物身上 怪物慢慢的往前推進 等於是我只要按一下所有怪物都會消失 這個想法非常非常的美妙 那我們有辦法達成呢 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一樣先講個結論 沒有辦法 欸其實說是可以 對但是這個隊伍會死在一個地方 就是卡在前的部分 因為想法呢其實是一直都可以的 當然也要注意一些往下是史萊姆之類的 因為我們這裡就倒在史萊姆 但是這個想法呢其實是行而通的 但剩下的卡法呢就是卡在前的部分 如果這個骰子出沒在組合之前 那個時候的血統的錢呢 還是沒有上限的時候 每過五關怪物會加十塊錢 到後面的一關可能怪物就加幾千塊幾萬塊 這個時候如果用暴風骰子下去的話呢 基本上是可以打到無限遠的 只不過呢我們要全程都在這邊按 然後呢慢慢的按慢慢的按這樣子就沒錯 那現在呢其實也是可以的 我們等一下打到後面去來看一下 然後呢只會死在我們後面招一顆的骰子太貴了 然後呢小兵也沒有那麼多錢給我們 導致我們會直接崩盤掉 我覺得如果他有要朝這個方向走的話呢 未來的SP可能會多一些些 但如果未來的SP高的話 或許充電反而會更誇張 對啊這顆骰子雖然是攻擊骰子 但是攻擊骰子今天不吃月亮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不能算是一顆攻擊骰子 對當... 因為這個遊戲的月亮太過分了 不然的話其實是一個很稱職的攻擊骰子 如果今天這個遊戲撇除掉月亮 或是說月亮不要像現在那麼強 完全除以二好了 這個暴風骰子的攻擊力應該會非常非常的誇張 但是現在呢月亮實在太扯了 官方也自己承認他們不可能再去動了 因為動的話呢有多少人會退坑 當初那一刀動下去RD砍了多少人 他們應該都知道 而現在呢只能想辦法在這個坑的情況下 把其他骰子給他弄起來 所以導致未來的骰子很少可以吃到月亮 除了那個充電以外 最近能夠吃到的攻擊骰子應該就是充電的 好啦那我們的玩法很簡單 就是盡量的去少召喚我們的骰子 然後呢如果有轉王的話呢就給他放下去 如果是獅王的話呢就看有沒有辦法放暴風 直接讓獅王給他秒掉 我們這邊放王的話他不是從出口處 而是直接從王的身上長出來的 或是從最前面的那隻小兵身上 或是王身上長出來的 所以說呢他是有機會可以秒王的 只不過呢他的速度 他的攻擊速度有那麼一點點慢就對了 當然啦如果對面洗錢或是我怎麼樣的話 或許可以打到 欸不能說打到 只能說 讓 暴風骰的傷害更高 但是能夠打到哪裡呢很難說 雖然說我們暴風骰的傷害是會累積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他真正的增傷呢 反而是他的每一下卷之後的傷害會累積的 好啦前面的傷害基本上完全不用靠暴風啦 然後我可以看到前面的玩法而已 我們就把骰子都招完之後呢就不要再做任何的動作 這應該是我覺得暴風能夠雙方打到最遠的 欸應該還有更遠啦 只不過這初期玩法而已 只不過做一個開箱 好啦一樣我們就直接給他跳到後面去看一下唄 好那我們現在這邊直接用加速的方式 直接給他看完全程啦 可以看一下我們這邊是什麼玩的 然後因為我們是用小丑雙成長的關係 所以我們只要被轉王轉的話 我們的版面會非常非常的香 只不過這邊我沒有用上特性啦 他在想想好像應該用特性 因為到後面我被轉的太肥的話呢 會被自己的卡骰給卡爛 因為我這邊還想說反正我有量子嗎 應該不會卡那麼嚴重才對 但是還是會啦 因為我們的量子三秒鐘一發 實在是太慢太慢了 如果量子可以無限的話 速度快一點的話 或許可以再更誇張一點點 你看我光要把這個七星移到前面去 兩回合的時間就已經過了 好啦那這邊的話被搞了一發 但是沒有關係啦 雖然說有點可惜 這樣要浪費掉一些錢 但是還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場上呢 已經卡住了一顆七星成長 有一點點的尷尬 我們這邊繼續再喬我們的量子 然後呢我們就適度的去放一下咱們的颱風 我們的颱風呢很像會根據等級的關係而有所變大 對但至於說這個變大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可能很難說 然後他有說啦 颱風的盤內點數越高傷害會越高 重點是那個持續時間也會越高 我現在是八等八等的持續時間是五秒 五點五秒 然後每升一等的是加零點五秒 然後我現在可以升到九等會變成六秒 但是這樣子是好的嗎 其實沒有那麼的一定 因為這邊有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瞄到 其實颱風是會往回追的 而且我這個時候是不能升級颱風的 所以說如果這個時候我的颱風位置是放錯的 或是說他往回追那隻跑得快 結果追不到的話怪物就會直接進去 完全沒有辦法剪頭 所以其實他這個回追的能力 到底要還是不要呢 我總覺得有好也有不好 但是就目前為止我覺得是必大於利 但是他也不是說全然的不好 或許可以幫忙省那麼一點點錢 但是我覺得省那麼一點點錢 你不如讓他直接進去 我可以完完全全的控制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又或許這顆骰子根本就不要去升級 會比較好 讓他的持續時間趕快的消失 會不會更好呢 或者是讓他颱風的移動速度加速之類的 我覺得可能都會好一些些 總覺得這個玩法有一點詭異啦 對蠻難定位他的 他等於是有點像反向原子 對啦如果他今天打的是 反向趴傷的話就好了 就是以損失血量趴傷 我總覺得比這個大量血量很像還要來的好 但是如果只打以損失血量的話 是不是傷害會過分了一點 又或者說我今天有颱風的情況下 可以讓小怪被推回去 或是稍微的緩速一下 感覺會比較符合這顆骰子的樣子 但是誰知道未來會不會被開發出什麼樣的隊伍呢 像雷雲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也都覺得很爛 結果現在雷雲跟鬼一樣嘛對不對 打T0根本都是在用這顆骰子在打的 好啦我們這邊被轉完又轉了一下 有一點可惜 不過沒有任何關係 那我們這邊其實如果真的要的話 我們應該先選好說 哪一邊要來放颱風會比較賺 然後呢要等怪物走到第二顆 甚至到最後一顆的時候 再去召喚颱風 可能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不然的話呢 我們颱風拐了一個彎之後呢 就打不到對面的怪物 就有一點點的尷尬了 這個骰子有點像是當時的充電啦 反正你全程都要在 現在的充電應該沒有人在用手動充電了吧 除非有什麼必要的地方 不然應該是沒有必要用手動充電啦 好那這個史萊姆的話 我們還可以全部都捲掉 那我們一樣把原子都給他放在前面 盡量的放在前面 那我們場上只要有颱風就好了 颱風要說有幾顆嘛 沒關係 越多越好 畢竟傷害越高 如果不夠的話呢 我們等級再給他加上去就夠了嘛 要好險的是我們的協同怪物速度不會增加 我們勉強還可以給他盯上去 但是可以看到我們的錢呢 基本上就已經是這樣子了 我們現在有49000多塊 我們召喚一次呢 就要580塊 如果召喚不夠的話 我們還是點一次就要花更多的錢 那這樣子能撐到哪裡啦 其實撐不了哪裡啦 我們一關呢 很像也才1000 聽說是1500塊吧 很像是1500塊 所以我們只要召喚到一關 一顆超過1500塊的話 基本上就已經是不用玩了 那我們這邊很像到90幾回合 是有到99 就到1000多塊 就已經有點極限了 就換句話說 或許今天是新手可以用這個隊伍打到很遠 但是就是比較麻煩 因為打到99關用這個骰子的話 其實蠻誇張的 只要配合的量子地圖 量子地圖本身是不用升級的 升級的話呢 只是增加他點數的傷害 這個隊伍根本就沒有在用點數傷害 除了那個原子 可是其實也沒有任何差別 對我只要還有錢 我就可以手動的按 手動按的話就可以手動打到200多關 或許這個隊伍可以在全部都是正常情況下呢 可以打到很遠很遠 只要不卡骰的話 然後記得要去花錢 欸不對應該是可以喔 可能可以打到100關150關 只要是7等骰子的話是可以的 然後可以剛剛看到我們的颱風有稍微往回推了一下下 我們整隊整個時間就是在做一模一樣的動作 對沒有任何的差別 所以其實感覺還可以啦 然後我們的錢還是有在默默的增加 因為我們現在一顆才820塊而已啦 所以還可以 所以如果真的要這樣搞的話呢 對面先搞 其實我覺得也不能夠兩組都用一樣的 因為如果兩組都用一樣的話呢 可能我今天你們今天輪流放 我今天放完了 對面才放 可是對面的傷害可能會不夠 我們的原子呢可能會有一點點危險 然後還好剛剛我們有給他追到了 這個時候呢就是太早放了 太早放的話就有點尷尬 那我們現在來這隻隻一隻轉王 這前面有點危險 我們颱風先給他疊上去就過了 好現在來到88回合我們現在前呢 是來到了940元 其實還蠻危險的啦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魔術師就用量子去撞啊 不然的話呢一顆七星打掉 還是蠻痛蠻痛的 好現在來到91回合 一隻史萊姆配上一隻獅子 史萊姆應該算是最可愛又最害怕的地方 只要我們的原子不夠的話呢 其實也是很危險的 好現在來到第93回合 還可以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是快要爆掉了 我們現在召喚一顆已經到了1000多塊 硬要講的話呢 我們人在凹60關而已 60關可是加上錢的話 應該還可以再更高了 所以這可能是新手 不要說無克 新手最好用的爬塔骰子 沒有錯 我之後呢可能來給他感受一下 因為這個我目前看來很像蠻誇張的 不知道有沒有帳號可以來借一下 現在是來到第98回合 我們的錢是來到了1050塊 那我們速度放慢的話 就知道等一下要出事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召喚了一顆颱風 在怪物在第二個位置的時候 那右邊數來第二排的時候 我們的颱風加上原子 還是可以把怪給他穴掉 可是我們的傷害很像有一點不夠 對啊我們還召喚了第二顆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王 我們怎麼倒的第99回合 來了一個七王 來了一個史萊姆 我們這個時候呢 都靠著原子在穴 還沒有注意到那隻史萊姆的狀況 很像有一點點不妙 要知道我們這邊是完全沒有辦法緩速了 我們召喚了一個颱風 這個時候很像來不及點他 這個史萊姆沒有來得及殺死 沒錯就是死在這個地方 所以發現有史萊姆的王的話 可能提早就要先放颱風了 對可能蠻早就要先放颱風了 不然的話呢可能到中間再放颱風會來不及 尤其是如果我們颱風等級還沒有到很高之類的 這應該算是唯一的隱患啦 終究還是死在一個史萊姆王 我總覺得這個隊伍如果是全部都七等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用的 而且可以打到破百回合 應該是這樣子沒有錯 好了今天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 如果是我們想法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321 掰掰 421